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赵丽颖绯闻在起,网友猜测南方戴假发陪异性看演唱会的真相。 近日,由网友爆料称王一博戴着假发陪异性观看张杰演唱会。 引发网友热议。虽然王一博后援会火速辟谣,但仍有粉丝猜测这是王一博陪赵丽颖观看演唱会,两人绯闻在起。 近日,一则有关南明星戴假发陪异性观看演唱会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,引发网友热议。 更有网友猜测这位南明星是王一博,而陪同的异性则是赵丽颖。 这则消息一出,两人的绯闻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。 自赵丽颖和王一博合作电视剧《尤飞》以来,两人的恋情传闻时不时地出现在公众视野。 这次更是因为一起观看演唱会的传闻,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颇朔迷离。 据网友描述,南方戴着假发和口罩,走路姿势与王一博颇为相似。 此外,还有粉丝指出,该男子身形和身高也与王一博相近。 不过,王一博后援会迅速辟谣,称这是不实传闻,并用离了大谱四个字来表达内心的无语。 虽然辟谣消息迅速传出,但仍有粉丝猜测这是王一博陪赵丽颖观看演唱会。 原因在于,该男子离开时紧跟在赵丽颖身后,并且他还坐在内场第一排,与赵丽颖等一众明星一同观看演出。 这让粉丝不禁对这位男子的身份产生疑问。 也有网友指出,从照片来看,这位男子不论是从身形、身高还是走路姿势,都与王一博有很大差距。 尤其是他的手指,看起来比较纤细,不像是个男人。 此外,还有网友从猴杰方面进行判断,称这位男子露出脖梗的截图显示有猴杰,因此排除是女性的可能性。 值得关注的是,这并非赵丽颖和王一博首次传出绯闻。 自从两人合作电视剧《有匪》之后,有关他们的恋情传闻时不时地出现在网络上。 而这次观看演唱会的传闻,更是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引人猜测。 虽然王一博后援会已经辟谣了这一传闻,但粉丝之间的猜测仍然存在。 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关系,也因此变得更加颇朔迷离。 不过,不论传闻如何,我们都应保持理智,尊重艺人的隐私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